全意问答 生活中的问题 烦恼 奇怪的梦境 风水 均可再次得到回答 请收听卢君洪台长的全意问答节目 好听众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7年3月26号星期天 农历是2月29 好下个星期二呢就是3月初一了 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 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你好 喂师傅好师傅稍等啊 喂师傅好弟子给安市台长请安师傅 你好你好 师傅你回来了师傅 好多您好多所有很想你 问师傅怎么不做节目了 刚刚回来 今天早上刚刚到 师傅辛苦了 师傅 今天有重要的信息去分享 上次不是南京菩萨说会收走一批人吗 关于脸财的 师傅也在录音中做了开示 但是南京菩萨慈悲啊 师傅我念一下吧 弟子问南京菩萨提前告知近期交有一批脸财的人被收走这个信息 是否是菩萨慈悲给这些脸财的人一个改过忏悔的机会 南京菩萨开示如下 是这样 但是现在有些人听了录音还是没有重视 没有反省自身的问题 如若如此执迷不悟 不思悔改 最佳一等 三个月到半年之间一定被拖走 绝不姑息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观世音菩萨慈悲 他说给这些孩子一个忏悔的机会 留他们在人间能够好好修以后能到好一些的地方去 这位母亲这么慈悲 你们莫辜复雅 莫辜复雅 你们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事情 心灵法门的事情 观世音菩萨都一一管着 你们有这个缘分 遇到这么慈悲的菩萨 这么好的法门 一定要珍惜 别再错过 弟子看到南京菩萨 说此话的时候流泪了 南京菩萨接着开始 你们要知道敛财是要下地狱的 不是我在吓唬你们 我不需要吓唬谁 因为因果在那里 现在的人疑心病有多重 你说一件事情的严重性 他首先就认为哪有那么严重 不可能 可是天律阴律在 下去了就知道可能不可能了 你师父心宽 我告诉你们 心宽是要用在学佛上 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 不是用在自我安慰 麻痹逃避自己的问题上 不管你们怎么样自我安慰 怎样回避 你们的劣灾性还是在 这是绕不过去的 我把敌财人下到地狱的惨状告诉你们 执法官会绑住受刑人的手脚 你不是他吗 不是爱钱吗 执法官会用刀不停的剁 砍敌财人的手 血就是这样一直流 但是过一阵子 手掌出来 再继续这样受刑 身上的皮一层一层的剥 肉一块一块的掉 那种惨叫声 不绝于耳 到时候再求菩萨 求你师父 已经晚了 来不及了 更有甚者 有些人根性很差 到了地狱里看到钱 还要拿 众生无名 难救养 弟子问南京菩萨 给佛有结缘小房子 拿假小房子充数 可属于敛财 菩萨答 不仅是敛财 这属于敛财 欺骗菩萨 骗天骗地的大罪 恕罪并罚 弟子 接着问南京菩萨 像有些童修 也是好的发心做功德 比如帮大家参加法会 订酒店机票 怎么会敛财呢 南京菩萨回答 你们不要总是用人间的观点 用人的眼睛去看问题 发心是好的 中间的过程 就一定如理如法吗 发心是好的 后来的起心动念 有贪心 你们看得到吗 发心是好的 可是接火 动了同心的钱 你们看得到吗 见识根本呀 做功德 同样是以戒为本 戒是如理如法的基础 菩萨已经见性 他们是用自性之光 自性之光 用智慧眼 去看待这个宇宙万物 你们还未见性 总是用人间的理论 去思考问题 这个人挺好的呀 关键是这个人好不好 不是由你们说了算 末法时期 两岁 两岁最重 敛财和棒佛 学佛人 算更是 学佛人 算更是罪佳一等 今日我在此重申此事 望迷途的孩子知返 诚心 忏悔 好好消炎 另外 我再补出两点 第一 请弟子每日早晚将佛台前读送弟子手则 红法 度人手则 报出名字和弟子正编号 这两个手则 是几位菩萨定好的 这就是戒律 你们不好好加强戒律 真的不行了 第二 请发心 请同修发心 将你师父 关于脸财 棒佛的开示 整理成专题 除了每日在群里正常法布师 要不定时的 要不定时的将脸财 棒佛的开示 拐动发送 顶宫常明 师父 发心开示 现在知道了吧 听到了吧 赶紧把菩萨的开示 进入下来 打电话过来 给大家听听 平时师父怎么劝都不听 拉都拉不回来 你们去斗吧 跟因果去斗吧 看最后伤的是谁 现在还有人不信 还在说 这是谁通 还在说 我们不信 哪里会被拉走 现在心灵法门的护法神 越来越多了 你们去做好了 你们看看好了 你们攻击我 我不怕 我不受伤 最后 我还是回到天上去了 看看你们在哪里 师父不多说 请这些福大多多说 师父 我分享完了 师父 我告诉你 我已经 就是上个礼拜 已经知道有一个人 已经走掉了 是恋财的 是恋财的 他已经是 已经忏悔了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走掉了 已经开始了 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记住了 没有办法的 复发 恋财 走掉了 年纪很轻 只有42岁 42岁 42岁 开始了 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去做好了 你看 师父在法神讲的话 跟现在讲话差不多 你一听就知道 差不多 语气 各方面 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菩萨很着急 因为菩萨看得到 因为 对对 而且还有一个 我不愿意讲的 就是绑佛 实际上你去看绑佛的人 报应更大 因为你断人会命 是的 师父 南京菩萨 开始了绑佛 我想下周分享 因为 他这个脸才 开始了很多 真的南京菩萨都说了 正如师父这样说的 所以一个人不能 你再怎么样 你比方说 你可以不修 你可以不学 对 你不能去说人家不好 你不能去绑佛 因为护法神 他不会饶过你的 你嘴巴在 你嘴巴只要讲 绑佛的事情 他马上帮你记账 记账而可以 直接可以报到天界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去看 现在你看到庙里去 过去小时候 在庙里讲话 现在全部 生癌症 小时候在庙里乱讲话 现在绑佛的人 你去看 生脑瘤的 就有一个人 就是一直 写那些绑佛的文章的 生脑瘤 生脑瘤 割掉又长出来 割掉又长出来 三次死掉 太多了 师父 刚才您说 直接报到天界 是不是报到 于皇大帝那里 于皇大帝在通知地府派 是这样吗 师父 对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是什么 因为绑佛 佛是天界的 天以上的 所以你这个事情 因为是犯到天界了 所以由天界来处理 如果你在人间杀人 抽东西 抢劫 那么有地府的 严王老爷管 明白了吗 他分得很清楚的 因为你讲的天界不好 那么天界就要来判 如果你是在人间 做的那些因事 那么由地府来判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父 判的时候天界判的话 是不是判得很快 是不是这样 师父 很快的 都是很快 他有专人的 天上有这种金刚菩萨 他 所以你看很多法门里面 他也是有金刚菩萨的 金刚萨多 金刚萨多菩萨 他是专门惩罚那些 犯中业的人 犯中业的人 有的人们就是 在天界本来下来的时候 可能天上还有一个位置 全部弄掉 没了 根本上不去 对对对 把你家弄掉了 你听得懂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师父 谢谢师父 开始 师父 我问几个问题 你看南京菩萨说 听了录音 还不引起重视 执迷 不悟 不思悔改 最佳一等 三个月到半年 一定被拖走 绝不姑息 师父 一件事情在给机会之后 不悔改 是不是就最佳一等 程度更严重 是这样吗 师父 我举个例子 你在学校里 偷了人家小同学的东西 老师跟你说 你改变 你要改正 把东西还给人家 你不还 对不对啊 你不还 你继续 不改 你是不是说 这个老师会不会继续 把你算的最佳一等啊 那会的 好了 就这么简单 你别惯犯了 你不是 不是第一次偷啊 你别惯犯了 惯犯的处理 和一般的开始出犯 那不是一个概念的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父 这个最佳一等 是天律定下来的吗 师父 是的 可以这样说吗 是的 所以知法犯法 也是最佳一等 你今天守戒 你今天自己说 我守戒了 你骗了菩萨了 所以我这次 开示的时候 跟他们开示的时候 我也在讲 为什么很多人骗菩萨呢 菩萨难道看不出来 跑到菩萨看得出来 因为你跪在菩萨面前的时候 你连哭带吼的 你真的是在改 你说我真的菩萨 因为菩萨当时看到你是真的在改呀 想改呀 问题 菩萨给了你了 帮了你了 解决之后 你变卦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菩萨的问题了 那就是护法生来处理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他出尔法尔 护法生 绝不及其 但是菩萨在你哭着求的时候 菩萨是知道你是真的 所以菩萨会帮你的 所以你最后 出尔反尔 是不是你骗了菩萨了 那是不是 那是菩萨觉得你是最佳一等了 好了 是的 那师父我这种脱走 平常你们师父您开始的这种脱走 一般就是 就是觉得这地府被拉走 是这样的 师父 他是 你比方说你绑佛的话 由天命下来 地府来自行 如果你是一般的 比方说你是练财什么的 如果你练的小财 地府管 你练的是菩萨的财 照样由天界判 哦 敛财也是天上管 因为你练的是佛的钱呀 出佛身上的钱 对对 为什么属于大业呢 还有人家说 就是沙父沙母 沙母都是属于大业 为什么呢 因为你孝顺是天地感应的嘛 孝是由天的 由天管的嘛 孝顺 明白了吗 对对对 明白了 那师父 师父常说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让人流泪 这篇南京菩萨的开示 也提到南京菩萨在说 观世音菩萨 对大家 对大家的慈悲 也流泪了 南京菩萨也流泪了 师父 虽然每位菩萨的个性不一样 但是只要是 只要是 菩萨就有大智慧和慈悲心 为什么天上的菩萨 也会被观世音 和自那慈悲 感动 触动 而流泪呢 连佛陀就说了 连佛陀就说了 天上这么多菩萨 只观世音菩萨第一 不急 众菩萨都 慈悲不如观世音菩萨 因为很多都是 金刚萨多啦 他们还有一些菩萨啦 他们在其他方面 比方说在智慧啊 在去救人的舍己的方面 他们都是很好的第一的 但是在慈悲方面 的确是观世音菩萨最圆满 所以呢 一讲到观世音菩萨 大家都赞叹 并不代表 就是说其他菩萨不无慈悲 只是说 最慈悲的是观世音菩萨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才是 那师父 你像这天上的菩萨神灵 也会被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感动流泪吗 如果在天上的话 会的 我告诉你 佛陀在世的时候 经常流泪的 佛陀我告诉你 真的 慈悲的不得了 他很可怜 佛陀经常经常流泪 一看到这个人救不了了 佛陀就难过 你知道佛陀吃这么多的苦 不就是因为慈悲吗 是 我们学佛陀不就是吃这么多苦吗 有时候慈悲别人 人家在害我 我 我有什么话讲 你要慈悲 你就必须忍辱 精进 没办法 嗯 对不对 谢谢师父的 你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很多 连弟子都可以对你这么不尊敬 你说你师父怎么办 你也流泪 你心里流泪 你连尊师重道都做不到 你说你这种弟子学什么 你连学佛法 他下出来了 所以又来求师父 对了 就是这样啊 你现在知道就是了 对不对啊 师父 他来求师父的师父 师父会不救不了 因为我是 我是 这个 这个 这个位置 我自己境界 修到这个境界 他修到这个境界 他来求我 他不仁不义 我不能不仁不义啊 哎呀 师父 你倒突然又要 特别他 可怜他们 就是这样 我觉得他们 经常被人家伤害 就是这样 我被很多人 就这么伤害了呀 他就利用你的 慈悲啊 经常在骗我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我可以十几次都没问题的 到了最后 菩萨 护法神叫他走了 护法神 对啊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慈悲开车 师父啊 南京菩萨描述 连三人下地狱的惨状 当时分 刚才分享的 师父是这样吗 是啊 因为在地狱里面 他全部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他把你头砍了 你过一会儿 头又长出来了 又长 长出来之后 我问你 人家要砍你头之前 那种恐怖的心理 那是最可怕的 所以他就是 对对对 他每一次惩罚你 就是 你要死之前 那种痛苦的 这种经历 他叫你在不停的重演 就无间地狱 没有时间的 生出来了 砍掉 生出来了 砍掉 你看过现在那些科幻片吗 枪一打 枪一打 把一下子 摊在地板上了 过一会儿 啪就起来了 实际上他讲的 他讲的就是这种灵性呀 明白了吗 灵性 灵性会 已经聚在一起 就成为一个灵了 就是一个主灵了 就是像个人一样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 师父 那脸财的人会下哪一 下到哪一层地狱呢 叫什么地狱呢 师父 脸财下面很多了 一般的 一般的来讲 寒冰地狱呢 女的去得多 哦 寒冰地狱 寒冰地狱 女的去得多 那个男的呢 一般呢 到了这个 就是那个 要爆热 爆那个锅一样的 就是一根烧红的 这些呢 都是色方面 淫荡的男人 因为他是这样 他呢 到了下面之后呢 你淫荡的男人 他会让这根管子 变成一个美女 然后你上去抱他 哎呀 一抱他 你就粘在那个管子 稍通红的 然后你就皮全部粘在上面 就听见噼里啪啦 烧焦的声音 然后痛的呢 热的不得了 你拉都拉不出来 因为皮跟这个铜的东西 粘在一起了 拉不出来呢 哎呀 还有的 还有的女 那么到一个拔舌地狱 因为 拔舌 脚舌头呀 嗯 你经常这样讲 那师傅 你像这种脸才的 他在地狱里受罚 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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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气吗 有出来的时候吗 还是有 有 一般的到了十八层地狱了 那就基本上没有出去的 出去就是基本上 自己的祖灵完全没了 就是说一般的 让你受的 寒冰地狱啦 或者就算 就算那个 那个 比较厉害的 这个第六 第七呀 这种地狱啦 照样可以受报结束 受报结束 投畜生 还可以回来 哦 嗯 那师傅 师傅说 地府的地府专门 有一个地狱 是专门惩罚 对于点财的 就是出口的 上的邪道 炼财的是叫火 火行地狱 就是就是把你烧啊 不是你这个炼财 不是心里心有欲望吗 有欲火吗 嗯 他就烧你啊 把你的手烧掉 把你的脚烧掉 然后烫的来 把你的眉毛烧掉 所以你看头发竖起来的 你看很多人就像 就像被火烧一样 你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你不是拿钱吗 你一去拿钱把你烧 烧没了 你的手又长出来 又烧你 对啊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欲望呀 他讲的是欲望 你看 你看那个南川佛教里边 他门口啊 每个庙门口 他有 他当时佛陀 那个时候 之后 他们在南川佛教 所有的寺庙里边 他有一个半圆形的 这里边那一层呢 是像太阳一样的 光芒 然后呢 他第一层是什么呢 第一层呢 就是啊 就是火 火呢 就代表你有欲望 第一层 第二层呢 就是有四个动物 代表你生老病死 代表你 人生无常 第三道呢 就是水 水代表什么呢 水代表你的业障 像草原般的 根本去不掉 然后呢 再有两个呢 那几个是天鹅 天鹅的就是你要摆脱人间 想到天上去 你在修心 在学佛 那么最后呢 天鹅摆脱了人间的欲望之后 飞上天空 最后进入了啊 那个 这个太阳 和那种阳光 实际上他讲的就是佛光了 进入佛的世界 你去看 南川佛教 所有的寺庙门口 都有这个半个 半个石雕 雕刻出来的 四个动物 四个动物就是生老病死 我因为记不得 哪四个动物 就是好像有一个是牛 牛是做牛做马 所以这样 那就是 四个 我以后可以 可以再跟你们讲 我所以告诉你们 你们要记住了 佛陀整天 就是在告诉我们 火就是欲望 所以你去看 要钱就是有欲望 还有 色 色 色这个东西 基本上这个男人 都要下去 现在这个女人 也是要下去 很厉害的 是 那师父讲 这个欲害难停 这事 就是这样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知道的人 像大人一样 知道的人着急 小孩子不懂 不知道 他不着急 等到他吃苦头了 小孩子才觉得痛 大人是 看见孩子还没有 吃苦头 大人已经痛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师父 你看 菩萨以前很少会开始这种地狱的态状 这次真的用心良苦开始了 很少 过去菩萨不是末法时期 菩萨没这么多菩萨上来讲话的 明白了吗 是的 是的 其实菩萨跟我最近讲了很多话 我都不能告诉大家 很明 你要知道 有些事情 我们大家心里知道 师父可以在平时的弘法当中 慢慢慢慢的 跟大家透露一点点 一点点 我不能全部讲的 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明白 师父 明白 那师父啊 很多天时的问题 哎 你可师父 你看天 一天一眨眼就过去了 太快了 你说你说现在的时间快 还是过去时间快 现在时间快 好了 讲都没有 谁都知道 现在时间 我告诉你 一年一年都快得不得了 一个月 对 一天一年 快得不得了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小时候吧 觉得 哎呀 又过来一年 感觉会很长 现在哎呀 一爪眼一年过去了 真的是 看看司机几岁了就知道 嗯 明白明白 谢谢师父的私必开始 师父啊 嗯 再接着问 你说 你说师父 嗯 不小心敛财和故意敛财的果报 有何不同呢 师父 不小心 不小心敛财不下地狱 哦 故意敛财 一般念多少遍 故意敛财 下地狱 但是 如果敛财很少 数量 不下地狱 如果敛财很多 一定下地狱 不管有意无意的 只要数量达到了 他的质量就变化了 他的质就发生变化了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父 不小心敛财了 他如何补救呢 师父 很简单 把钱退还给人家 然后念经 念礼佛 多少遍呢 礼佛 一般的 要想保证 保证消掉的话 一百零八遍 一百零八遍 那师父 他不小心敛财的话 他退还不去 他印经放生 都可以吗 师父 我告诉你 最近 最近 这个 菩萨 说了 就是说 现在 如果你 针对某一件事情 特别重大的 你如果 真的发恒心的话 你可能可以 但是你不能 每天这么念的 就是某一件事情 你可以 念到 四十九遍 礼佛 已经多了 已经多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师父 刚才说 故意 敛财 一定下地狱 但是这个 敛财的 全数 达到多大的数目 算是 达业障呢 可以这样问吗 师父 应该 这个 这个业障 只要能够 只要能够达到 达到 让人家痛苦 你就是有业障 他不是以数量为主 他是以 人的 心灵为主 比方说 你拿掉 你比方说 对方你 你一共只有一千块 你拿掉人家 三百块 人家难过的 痛苦的不得了 你就下地狱 如果这个人 这个人如果 比方说他有一百万 对不对啊 你拿掉他几千块 他没感觉的 这个人 你这个 业障就小 现在明白了吗 哦 那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是他 偷着连财 别人知不到 还反而感应他 谢谢他 那这种情况呢 师父 那是又 双罪并重了 就是要欺骗了 又欺骗人家了 又欺骗又连财 这个是 这个是两个罪 加在一起 你一定有大夜报的 哦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词比开示 师父 南京菩萨开示 末法时期 两位罪重 脸财和傍佛 学佛人 犯更是罪加一等 师父 我们也需要持五戒 否则业障也是很大 为什么菩萨却说 脸财和傍佛的罪业 是最重呢 师父 帮佛断人会命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佛陀 你害人一命 也不就是损坏你的七级佛陀吗 七级佛陀就对你 是吧 你开什么玩笑 大功德啊 你害人一命的话 你把人家会命弄掉了 对不对啊 对对 你自己不学了 你跑出去 哎呀没什么好学的 哎这种怎么怎么怎么一讲 好了人家不学了 这个罪业全部由他自己担 哦明白了 那师父南京菩萨开始 做功德同样要以戒为本 戒是如理如法的基础 请师父再开始一下戒的重要性吧 南京菩萨说的这句话 戒嘛就是要守戒啊 你比方说首先弟子 守什么戒 尊重师父 这是第一戒 你连师父都不尊敬 你会尊敬佛的 你会尊敬菩萨的 谁来尊敬你啊 你今天做 你今天一个老师 连自己校长都不尊敬 学生会尊重你的 你今天一个孩子 连自己父母亲天天在外面骂 你说这个孩子 人家会对你好的 这是戒 然后不能吃喝嫖赌 不能有欲望 这些全部守住 你不就好人了吗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看见女色不动心 看见钱财 不忘心 没有忘动的心 对不对啊 你看见做官 有名有利 不去跟人家争 不去跟人家抢 这难道不叫守戒吗 人家就吃荤的 吃活的 你不照业 你吃素 那不就叫守戒吗 是 就是师父 正如师父 您的左右名 就是无欲自然 心如水 对啊 无欲自然 心如水啊 你没有欲望了 你没有火烧心了 那你说 你的身体不就好了吗 你天天有欲望 你活在火当中啊 你终于有一天 在里面被人家烧死啊 你的心中 弩火这么旺 你说烧到哪里 总是对你身体不好的 烧肺 烧肝 烧心 烧胃 你说哪一个烧的不好的 全部都是不好的 明白了吗 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次第开示 师父 南京菩萨开始 第一 请弟子每日早晚香 佛台前读送弟子守则 弘法度人守则 报出名字和弟子正编号 第二 请同修 同修发心 将你师父关于脸财 报佛的开示 整理成专题 除了每日在群里正常法部师 要不定时的将脸财 报佛的开示 管动法术 尽忠常明 请问师父 菩萨特别提到了两点 是不是对我们 一种硬性的要求了 要把这两个守则 作为戒律 来戒持了呢 师父 其实心灵法门 这两个肯定是戒律 很简单 对对 这怎么不是戒律 你看看 第一只守则 你拿出来看看 不去讲别人的法门 对不对 相互爱护 相互尊敬 尊师重道 对不对 这些东西 尽量持素 这些全部都是守戒 哪个不是戒条 心灵法门 不去讲人家好坏的 我们不讲的 对不对 叫神尽嘴巴 有些人学佛 整天讲这个法门好 那个法门不好 你说这种人 不叫 他就是不守戒 对不对 人的心得好的 哪有说这个不好 说那个不好的 对 一个大法师 一个大和尚 对不对 你去问他 哪个法门好 他只能 他只能笑笑 人家心中有佛 人家怎么会说 谁好谁不好 对不对 对 对 师父 这能心得好的 人家没有说 你说东到西 也没有说平安这平安那的 师父 这是我们感触的 心中 心中没是非 所以他嘴巴里 也说不出是非出来 说是非者 必是是非人 是非人 对不对 对对对 师父 我这个提到了 弘法度人手 有的同修还不知道 能否找秘书处再发一份 师父 给大家 慢慢叫秘书处再发一份 度人实际上是要用心来度人家 不是你去说教 不是你逼着人家 要人家相信 是你要感动别人 是你要把这么好的 菩萨的佛法 去传到千家万户 是那种慈悲的心 和那种 这个就是弘扬佛法的这种心 生路人心 是路人心 生的路到你的心里 是这个概念 所以要好好学 说一个弟子证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给你天上积一个功德呀 就这么简单了 哦 明白了 那师父 南京菩萨说 这两个守的 是几位菩萨定好的 这就是戒律 拿几位菩萨定好的 师父 你说一句话 你说那观世音菩萨肯定在里边了 对不对 西方三圣肯定有的 还有南京菩萨 还有观地菩萨吗 他是管戒律的吗 你拿几位菩萨吗 就是我们供的那几位菩萨呀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透露 师父 那除了 是否读诵这两个守则 除了日日提醒自己 每日诵读 还能得到加持 是这样吗 师父 当然了 你听话的孩子 能说菩萨怎么会不喜欢 加持吗 就是加持那些 听话的孩子的呀 对对对 对对对 明白了 那师父 佛陀涅谈时说 要以戒为师 南京菩萨在 在这里再次听信 我们一定要严格持戒 师父 那请问师父 除了读诵这两个守则 还有哪些方法 更帮助我们严格持戒呢 师父 严格持戒 天天想着自己是菩萨 天天想着自己是佛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你要记住了 经常合掌的人 才知道自己是学佛人 过去 法师为什么穿袈裟 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 就让自己 时刻提醒自己 我是修道人 我是学佛人 我是出家人 就要跟别人不一样 是这个概念呀 对不对呀 你跟人家同流合物啦 穿得一模一样 怎么显得出 你像个法师啊 对不对呀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才识 师父 南丁菩萨说 现在的人疑心病有多重 你说一件事的严重性 他首先就认为 哪有那么严重 不可能 可是天律阴律在 下去了就知道 可能不可能了 师父 有疑心病的根源是什么呢 师父 疑心病 贪 称 痴 慢 疑 看见了吗 把疑都放在里面 疑就是怀疑 怀疑就是 是人的一种 劣根性 应该 应该说是 本身带来的 但是呢 如果 带来之后 如果家里 爸爸妈妈 疑心病重 孩子更重 更重 就是说 贪嗔 吃慢疑 这个五毒 这个五毒 在你心里 它本来就有根的 你如果爸爸妈妈 从来不怀疑 这个可能 这个根就不会发芽 你这个爸爸妈妈 曾经也是怀疑 他就 启巴了孩子内心的 那种 疑惑的 那种 怀疑人家 那种坏的 那种不好的 这种根性就出来了 明白了吗 给他挖掘出来了 对 让他生根发芽了呀 嗯 哦 师父 您说的这个五毒 现在叫五卓恶士 这个五毒和五卓 是一样 一样吗 师父 意思差不多 但是完全不一样 五卓恶士 有另外解释的 我以后帮你们解释一下 他是按照 按照一种佛法的理论 推理到 这个世界 末法时期是五卓 但是 哦 五卓 他是讲气场的 是恶气 五卓恶气 嗯 所以人家说 这个世界也有气场 气数嘛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开始 师父 那作为学法人 我们如何应该 克服自己的疑心病呢 师父 克服疑心病的人 就是没有 有疑心病的人 就是对自己没信心 比方说 你怀疑老婆 你就对自己没信心 你比方说 你怀疑你老婆 在外面有男人 你自己男人没有信心 因为你觉得你不如他 不如其他的男人 如果你有信心 你老婆怎么会去找 其他男人呢 你觉得你对你老婆很好 而且你老婆很爱你 而且对你很忠心 你自己有信心的话 你怎么会起疑心呢 是的 你说我老婆肯定不会的 不可能的 那你说你这种人会怀疑老婆吗 比方说 你这个人功课一致很好的 人家说这次你考得好吗 你自己有信心啊 你就不会怀疑自己了 说哎呀 我这次会不会考得不好啊 因为你没信心啊 所以去掉怀疑心的人 一定要对任何事情都有信心 对峙的 这是对峙他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谢谢师傅 开车 师傅南京菩萨说 你师傅心夸 我告诉你们 心夸是用在学佛上 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 不是用在自我安慰 麻痹 逃避自己的问题上 请师傅开车 这里心夸是用在学佛上 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的含义吧 师傅 其实南京菩萨挺好玩的 他很了解我 因为我有时候很大的烦恼事情啊 我讲完了 师傅这个很生气 气完了我就忘了 很多人以为我是健忘症的 不可能的 实际上这叫心宽 放得下 拿得起放得下 你作为弟子 我必须要教育 如果你不是弟子 我怎么教育啊 对不对啊 好了 拿得起放得下 没带来什么 但是你本身没带来什么 你也要放下 放下什么 放下执着 执着是什么 是一种意识形态 是你心里的一种形态 对不对啊 什么叫执着啊 要是你把执着放下 执着是什么 什么东西啊 没东西的 是你心中的一种 常态 什么事情都要 我一定要 一定要 我对的 那就叫执着 所以南京菩萨的意思就是说 你师傅能够放得下 并不是说 他就向你们逃避 回避 哎呀 这件事情做完了 哎呀 没事啊 我忘记了 你忘记了 你的业已经造下去了 你的阴已经种下去了 你就等着果吧 这个不叫宽 心宽 这个不叫 这个宽容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逃避 心宽 自我麻痹 对了 自我麻痹 所以南京菩萨说的很对啊 自我麻痹啊 这很多人 啊 得罪了人了 知道人家要来弄他了 他自己不会的 哎呀 这无所谓的 怎么怎么好了 被人家跑出去打一顿了 对不对啊 你不是自我麻痹吗 对 哎 没用 是吧 是吧 明白了 谢谢师傅 来自为开车 师傅 最后个问题吧 南京菩萨说 菩萨已经建训 他们是用自信之王 用智慧去看待 这个宇宙万物 你们还未建训 总是用人间的理论 去思考问题 师傅 那我们如何用 才用 才能开智慧 又学习 用菩萨的自信之光 用智慧源 去看待这个宇宙万物呢 师傅 自信之光 把自己的心里的 那个佛光啊 和宇宙合在一起 因为佛本身就在宇宙之上了嘛 对对对 所以你的佛心 把它把它这个我们说提炼出来 把它修出来 你有这个佛性了 你就和天上的宇宙合而为一了 这个时候就天人合一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会非常的宽大 所以人家说了 你比方说你跟什么样的人你就会 这个人整天说无所谓的 你跟这个人你时间长了 你也会什么事情不挂在心上 无所谓 你今天跟天 对对 你今天跟天交朋友 天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个性 它的唯一的个性就是大 它很大 宽大 那么你跟天交朋友 跟宇宙交朋友 那么它就让你心变得很大 那你是不是不会就小心眼了 你就不会痛苦了 对对对 一样道理 叫人和叫物 叫天地万物一样的呀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师傅 今天的问题问到这 感恩师傅的慈悲态事 师傅 谢谢您 感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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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喂 你好 哎 师傅好 喂 喂 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嗯 师傅您辛苦了 嗯 那个 就是请师傅 开始一下几个问题 师傅有一次 就是上一次我问您 是一个同修 就是突然之间得了抑郁症 然后师傅开始说 他是因为练才了 后来我就去问了一下 的确这个同修 他自己是办签证 就是办这种公司的 然后在帮同修订票的时候 的确是练才了 他说大概是有五万多块钱 看见了吗 可是后来有个问题 就是说他现在就是他跟他先生之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是反正就是现在他说他身边没有钱能放生 一点钱都拿不出来 然后因为他没有去把这个钱放生 所以他现在状态越来越差 那个就是医院让他去住院 就是就是精神上是有问题了 然后就是同修也不敢去帮助他 就是召集大家帮他凑钱放生 嗯 怕有不如理不如法 后来就是前两天吧 另外有同修梦见 就是梦中 同修说 就另外的同修说 大家要帮他一起放生 这样子他就能好 然后梦中他还后来就重生了 嗯 就是想问一下师父 就是同修们能不能这样做呢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现在啊 练才的惩罚非常重 因为护法神啊 护法神啊 现在对这个练才的事情啊 把它上升到一个高度是出菩萨 出菩萨身上的血 嗯 所以你不出 你当然没事 你出了 你可以说哎呀 人家都出了出菩萨身上血 为什么就我被抓 你被抓 你等着吧 那些人一个个都会被抓 听到懂了吗 嗯 听到懂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 你要帮助别人 师父不反对的 救人总是他只要改了 尽量救他 嗯 大家给他放点声啊 问题不大 本身你们是出发点 都是为了救他 我不反对 只是他自己要有感恩心 自己要有忏悔心 因为像他这个 如果在这个这一段时间当中 发生这些情况 非常有可能 就是说我们说 啊 这个在 在正好在整顿的时候 啊 这个护法神 他整顿 整顿那个那个那个 一些炼才的人的时候 我告诉你啊 这个不单是心灵法门的 所有的 哦 学佛的人 所有的其他法门的 炼才的人都会走掉 哦 就是整个的 就是 天上在管了 在管了 最近末法时期 他们就管这些 因为为什么呢 他是出菩萨身上血压 让人家人家比方说 应该啊 放生的 念经的 或者参加法会 做功德的钱 或者应输的 他把人家弄掉了 你说说看 他会不会有报应啊 讲 讲都不要讲了 嗯 是的 是的 而且现在问题就是 就是以为赚钱 其实并没有 其实搞得现在自己身边 一点钱都没有了 这就是告诉你 他 他赚了人家五万块钱 他会损失 五十万 一比十 今天我告诉你 拿了人家十块钱 你会五十块没有 听得懂了吗 在其他地方会 用掉 会没有了 所以你去看 骗财骗色的人 到最后 自己老婆跑掉了 钱全部被人家骗光 最后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好了 好的 谢谢师傅开始 嗯 再请问师傅 就是如果 同修的公司 碰到裁员 这种情况 可能会裁他们部门 嗯 他想请问 他该怎么念经 怎么化解 首先呢 好好地念 这个 大吉祥天女神咒 然后呢 念小宅吉祥神咒 还要念解节奏 还要念心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啊 写信给 把自己的情况 写封信给领导 说明情况 啊 因为我的确 做哪些事情 做哪些事情 要真的 不是假的 我的确在这个部门 过去负责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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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希望 好的 我希望不要把我拆掉 就就没什么丢脸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就是真诚地去跟别人说一下 对啊 你是真的很重要 不偷懒的话 你不怕的 你假的话 你很怕 你会偷懒 你会 会会不好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嗯 好了 嗯 谢谢师傅开始 嗯 再请问师傅 就是您曾经开始过 灵性如果想上一个人的身 来讨债 可以把这个人的魂魄拉掉 然后自己进来 像这种情况 造成的魂魄不齐 如果通过叫魂 叫回来的话 可能会造成 灵性不开心 因为现实中 从就碰到一个问题 他们有个佛友 女儿四岁的时候 参加葬礼的时候 被灵性上身了 后来就 就是得了严重的多动症 没有办法上学 他妈妈给他叫魂 每次叫魂 灵性就闹得特别特别厉害 现在知道吧 叫魂的意思 把你的自己的灵魂叫回来 那现在这个 现在因为他的某种原因 他的身体肉体里边 已经有灵性了 另外一个灵性在身上了 所以你把他叫回来 他当然把你挤出去了 明白了吗 没有根除掉 你要把这个灵性超度掉 那这房子空的 你随时随地 你自己住回来就没问题了 你出租给别人了 你怎么住啊 你自己想回来住哪里啊 好了 那师父之前就是说 有的人可以叫魂 但有的人不能叫 只能念心经小房子 就是一个是大灵性 一个是那种小灵性是吧 完全正确 那就是师父有时候说 别人记性不好 那种就是小问题 就自己再找魂就可以了 是吧 对啊 记性不好了 要看的年纪很大 记性不好很正常 年纪轻 记性不好 一定有灵性 好了 好的 谢谢师父 然后 再请师父 那个 开始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位老同修 他生过大病 他后来学习灵法门之后 病就好了 他就跪在佛前 求菩萨 让他度化更多的 有人众生 他说自己不要功德 只是真的感恩菩萨 觉得众生苦 后来他度人很厉害 每天都能度很多人 而且是度一个 成功一个 请师父开始 他说自己不要功德 是不是就反而功德 无量了呢 他说他不要功德 一定有大功德 无量 那么不一定到位 应该有大功德 哦 就是哦 所以他之后度人 就越来越顺利 对吧 对啊 说明他把就业 已经还得差不多了 哦 好的 感恩师父 再请问师父 就是如果夫妻之间 一方有外遇 最后他们离婚了 另一方呢 不怪他 他放下了 心里也不恨了 就请问师父 这样的话 会不会帮 有外遇的那一方 减轻他的业障 如果就是一直怪他 恨他 是不是那个人的业障 就会越来越深 对 只要一直怪他 恨他 就是业障 越来越重 那他就不怪他的的话 也可以帮出轨的那个人 减轻一点 也会 有业障 哦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开始 然后 再请问师父 就是说 有一个同修 他在网上看了一些 关于外星人的研究资料 然后过了几个晚上 他就觉得自己遭到了 外星人的精神攻击 嗯 具体问他 他也说 不方便讲 怕惹点事 他说怕惹事情 他说师父应该 能知道的 他想请问师父 嗯 就是精神攻击和精神控制 他该怎么 怎么办呢 面对这个 精神攻击 精神 啊 忧虑啊 等等 所以问题 很简单了 对不对啊 抛开过去的 创造新的 也就是说 过去 很多地方 做的不够如理如法 被人家攻击了 要想办法 把他做了如理如法 人家第二次 就不会攻击了 如理如法 他是说 他是说 他研究了外星人的资料 师父 就是说 他不能去研究吗 那当然了 不同的星球 你怎么理解 你怎么理解 外星人 你有本事上去吧 对不对啊 你上去了 那你真的可以研究了 你少都上不去 你在人间 想研究菩萨的 这个这个心啊 和这功能啊 那肯定不行的 好了 哦 知道了 感恩师父 然后 还有个问题是 请问师父 那个 同修 做梦 梦见一个男的 在地上 铺了一块布 有一条 很大的龙的爪子 踏在布上 上天了 然后正好 他的父亲 正好就是 这个做梦的人的 那个先生 往生了 49天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回来看他 要小房子 回来看他 要小房子 那他 他说他那是条 龙的爪子上天了 说明他上天了吗 没有 不是他 哦 不是他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然后再请问师父 然后 有一个同修 想问师父 他度人 是不是如理如法 因为师父 曾经在 14年的时候 就说他太急 就是说他太急了 然后他现在 主要是在 观音堂值班之后 就会不舒服 想吐 过要过几个小时 之后会好 或者就是第二天 感冒啊 不舒服 然后如果微信 跟同修 讲的时间太久 晚上回家 就会和先生 不愉快 呃 就自己又哭 什么的 请问师父 他是不是能量不足 度人的方面 讲的过度了呢 嗯 是的 自己没能力 去救人 的确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就在于你 自己都没 锻炼过身体 你身体无力 你去把人家 从水上拉上来 你拉得很累 说不定 有的人没拉上来 自己都跌到水里去了 明白吗 哦 明白 就是他在 观音堂值班的时候 也不能跟同修 讲太多 是吗 就是 能量不够 对啊 哦 哦 哦 好 明白了 再请问师父 就是之前梦到 自己买了八九十只甲鱼 在一个河边上 准备放身 然后就梦到这个场景 是提醒自己 要放这么多吗 嗯 对不起 今天早上 对不起 师父太累了 算了 我今天不问了 感恩师父 你不问 你保重身体啊 你不问 人家也问 你再问一遍 那我就再问这一个问题吧 就是同修梦见八九十只甲鱼 要放身 他就自己准备 就是自己在放身的场景 呃 是提醒他要放这么多吗 是啊 那就是放身就代表严寿啊 你去看看他有没有求谁的寿药 延长啊 好了 他在 他在 他在做这个梦之前 自己放了大概有二三十只甲鱼 就梦到这个梦 但是要七十多只了 哦 好 明白明白 谢谢师父 师父您保重啊 好 我不问了 好 师父再见 好 再见 嗯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师父 啊 麻烦师父 两个梦帮同修 啊 是这样的 有一个同学 他梦到他那个身上 长了很多那个 呃 针子 就是 看在哪里 啊 脸上突然生了很多针子 就是 后来又是突然 然后损现就 全部就脱落了 但是掉了一层皮 后来皮肤就变得很好了 所以他想请问师父 这是怎么意思 呃 掉了一层皮 实际上我告诉你 就是消除自己的习惯 和忧伤 因为 因为 皮肤也是连着心嘛 你皮掉掉了 说明你已经 忍痛割爱 很多人间不好的东西 嗯 他最近 他说可能有一些麻烦的事情 是不是说他要经过 以后他会解决掉这些事情 他有什么忙的事情啊 像他这种人们 好好念念经 嗯 等等太太下班 人家不敢碰他 就没有什么问题 就不会碰他了 没问题的 好的师父 还有一个梦 师父就是 同修梦到他的外孙里 就是站在很远的地方挥手 就像好像向他告别 然后就叫他 他是他小姨嘛 就说 他说小姨 小姨我走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也像 那个 就像同修 他也向他挥手 就跟他说 你走吧 你走 然后梦里面 两个人好像离得很远 然后感觉是隔了一个海 然后外孙里 就站在海的另一岸上面 同修就望过去以后 海上像 上面有一艘船 像房子一样大 但船上呢 有很多人 就等着 他的那个外孙里上船 同修接着 跟他说 你快上去吧 你走吧 然后同修的外孙里 就上船离开了 现实生活当中 这个同修的外孙里 也是修我们心灵法门 现在56 还不到57岁 他一辈子也没有结过婚 没有过 夫妻生活 就是同修之身 就想请师父解梦 这个是什么意思 现实当中啊 现实当中 不是 不是现实当中 就是梦里 他给他告别 就是他要去上那艘船 那就上法船呀 可能他以后要告 对啊 他要告别夫妻之事了 他没有夫妻之事 这个一直都是同修 那就很好 说明他以后一直 上法船之后 一直保持这个干净的身体了 嗯 哦对 他好像是还没拜师 他准备去拜师 是不是 就是他拜师会很顺利 这个女生 很顺利 一定顺利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师父你辛苦了 师父 好 嗯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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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你好 天哪 喂 喂 你好 喂 师父 师父 师父好 你好 师父 我问一个问题 有一个师兄 他那个 二十几岁 现在在医院里面 已经 已经快不行了 然后 他自己本身经文 也念不了了 肺 一个肺已经坏了 躺在医院里 医师也说不行了 然后他现在开始慢慢 求生 欲望也开始减退了 呃 觉得自己也不想 拖累大家 嗯 开始已经胡说八道 手已经手无读道 前面感觉像人 有 有人一样了 这样子的情况 嗯 然后 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是 大家是否还可以尽力的 去帮他放声 帮他助念 可以呀 师父 他 他就是 他 他今天就是 嗯 说 他说 他爸爸之后要走了 他也快要走了 他是不是这样子啊 要看图层的 嗯 如果他自己的求生 欲望都没有了 都想自己走了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效果 呃 大不大 我们如果再定力去帮他 一样 还是有效果的 还是有效果的 我说过的 好的好的 效果大不大 这个 有赖于天 地 人 三界 有赖于天地 人 三界 嗯 嗯 好的好的 嗯 感 感恩师父 嗯 然后 嗯 师父 嗯 师父问一下 那个 观音堂 嗯 观音堂那个 晚上 如果大家都走了的话 要不要开 开个灯 就是敞亮 通宵 敞亮 敞亮 没问题 要开一个小的 一个防色的灯 嗯 嗯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那个 呃 还有就是 呃 如果是呃 晚上 十点多到家下班了 到家了也快到十点了 但是 礼佛的话 有些还没念完 比如说礼佛还剩两三遍 还有呃 还有一些小房子上的经文没念完 家里是有佛台的 还可不可以念到十二点之前 呃 家里有佛台 呃 我能不能念到十点钟以前 可以啊 就是呃 晚上如果我下班了 我就到十点了 晚上 嗯 天天都是这样子 晚上如果到十点多了 还能不能再念经念礼佛 念小房子 念到十二点 十二点之后就不念了 可以吗 可以的 嗯 可以 可以的 嗯 等于师父 师父那个 问一下 公国请下来放几天后 那个能量完会完全没有啊 嗯 对不起 师父累了 嗯 师父你刚刚回来早上 对吧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刚刚八点半到的 嗯 你刚刚到你就直接就跑过来做节目了 嗯 所以不舍得你们了 嗯 你稍微稍微休息一会儿会儿 不要 因为你 你听说你去那个斯里兰卡嘛 很远的 嗯 嗯 而且 好好沿着佛陀的路走 对不对啊 啊 把这个中华传统的文化 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嗯 对不对啊 嗯 这就是一带一路 明白了吗 中华优良的文化和传统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了 嗯 好了 嗯 你刚刚问什么问题啊 我问的是那个宫果请下来放几天以后那个能量会完全没有 四天 四天 嗯 嗯 嗯 好 然后呃 我想问一下呃 如果同修家的佛台很小 佛台上的宫果或鲜花 就是因为要供的很多满满的 把两边的太师菩萨观地菩萨全部挡住了 这样子拜佛的时候看不清菩萨是不是不太恭敬 心中有佛问题也不大 你地方小没有办法 如果你有地方吧 你最好分开 看看清楚一点 好了 嗯 哦好 感恩师傅我再问两个问题吧 那个同修开车 呃 同修梦到同修开车要送另一个同修回去 那个同修就先要去开车 先把车倒出来 倒车时 车后面撞了 车后面都变形了 现在两位同修都在弘法 这个梦是是告诉他们弘法有阻碍呢 还是现实中会遇事啊 现实当中会有麻烦 嗯 嗯 现实当中会 还有嗯 感恩师傅 呃师傅还有就是同修的外婆过世了 然后追到会后面 亲属就聚在一起 就就开始吃豆腐饭嘛 那家里人不修就点了很多火海鲜 那吃他们吃了那么多火海鲜 这个夜 这个账 这个夜算亡人的还是算请客的家属的 请客的家属的 因为 因为请客的家属拿了人家白金了嘛 嗯 哦 拿人钱才与人消灾嘛 你拿人家的钱你最后请人家吃海鲜 你说这个夜不是他的嘛 因为人家给的你是白金 但是你给的人家是活的海鲜 你说夜长当然由他赔啊 嗯 嗯 对对 好的好的 呃师傅还有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呃 同修呃自己他本身自己其实修的呃 自己觉得自己修的不是属于很精进 但是这个同修他的身边和他熟悉的同修都梦到同修就是比较好 比如说这个同修变菩萨了 比如说这个梦里边嗯 这个同修会给很多同修呃带好吃的呃 呃梦到同修有法力去帮助他但是其实他这个同修本身他自己不觉得自己有这样子的感觉 为什么就是怎么会是这样子 人家说你好你没感觉这个人谦虚啊 所以师傅这次在呃在外面开始的时候我讲到一点什么叫智慧智慧是谦虚谦慎 谦虚就是能学到很多东西谦虚向人家讨教啊你这个人就是有智慧 啊这个谦慎做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 紧紧生生做事情你这个人就不会做错事情 所以智慧里面包含着谦虚和谨慎 明白了吗 嗯嗯嗯 明白了嗯感恩师傅 师傅我我嗯没有问题 但是我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同修在医院里生命垂危他自己都想放弃自己了 师傅能不能给他开始一下他他现在的问题特别特别严重 他能听得到能不能给他开始一下我给录音到时候给他听 哎业障爆发呀自己成熟果报 是业障爆发成熟果报呀 因为很多债主来要他他欠了太多女的感情债了 嗯对呀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而且这种报应蛮大的明白吗嗯 对的但是他现在都已经没有求生欲望了 我们我们也是在尽力的在帮师傅给他开始两天 不要开始了没没没什么好开始 嗯这种没什么好开始 有什么好开始了你说说什么一个一个业障就相当于火药 等到堆了满了崩一爆炸爆炸完之后你说很多人都不讲话了 对不对啊那什么只能只能料理后事啊有什么办法了 不是不救啊也当太重啊明白了吗你给他听有什么好听的你还不如让他听听师傅的白话佛法呢 至少下至少死掉之后还能到天界去了阿修罗道还能学习白话佛法也好啊 嗯好好的好的明白了好的感恩 感恩师傅恩好师傅再见保证心体 好再见再见 嗯嗯师傅再见 嗯好听众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 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星期二下午五点钟听前面半小时听台长 这样白话佛法后面半小时看图腾好广告之后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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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